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记者 我手下都是些老粗 冒犯你的话 我给你赔罪 局长 我有好几个手下在这次暴动里疯了变成怪物死了 剩下的人谁都不知道自己明天会如何 我能为你忍耐 可我没办法控制手下们的心情 我没有你那样的枷锁 可你又为什么要考虑它们杂相呢 它们不过是你的工具 你是绝对的主人 想想看 你的能力 枷锁 太了不起了 就连那种怪物也不得不跪在你的脚边听你命令 你知道我有多尊敬你吗 不过是条狗 你这怪物 招死啊 还敢搞老子 我迟早把你 我迟早把你给 还想一起上了是吧 还想一起上了是吧 来呀 看我把你们全部 哇塞 连局长话都不听 反了 上啊 用枷锁狠狠地教训他一顿 从你离开以后 这些人开始挑衅我们 躺在地上的这个人 先拿木棍攻击海拉 你 你 你 找死是吧 跟禁闭者混的果然不是什么好东西 你 满嘴黄花 好 你不管叫自己的狗 就和我们来 快了 哼 这种混混能有多大本事伤到我 是吧 甜甜的 你 一家 三家 一家 老大 老大救我 我很惭愧 局长 以后不会再出这种事了 我向你保证 就让你说的对 比起嘴上谈判 还是这样用拳头说话来得直接 你已经很习惯 跟信弟家人打敲打了 现在 我清楚你有多重视他们 虽然的确出乎我意料 我会管管不下的 我很感谢您 为了攻破彼岸地下室 我想过很多方案 每一个风险都很高 但有您在 都不要紧了 我们联手 一定能以最小的代价 攻下彼岸 就就原谅他了 搞得 我们会 这 没 都跟 像人 像人 一 这 一 这就原谅他了 他只是在对你装模作样罢了 心里还不知道咋想 不愧是局长 心思深得很嘛 都能把泰德耍得团团转了 那泰德说的你这么重视他们 是真的还是假的 是唬人的吗 是真心的吗 你真的是因为重视我们 才站出来帮我的吗 局长 说嘛 不是 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少在我身上找共鸣啦 我可没你那么纠结你吧 啊 我这禁闭者当的可爽啦 总有一天会摆脱你的枷锁 重回自由 你就一个人多愁善感去吧 不过 一向之敢躲在人背后的胆小局长 居然也会为我站出来 哼 值得表扬 在甩掉你之前 我再帮你一次吧 要好好珍惜机会啊 你不是还有任务 要收拾那什么变态诊所吗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